火道路间一辆货车冒出熊熊火光 浓烟直窜天际 好几位民众在一旁急着帮忙灭火 刻不容缓 拉水线帮忙灭火的不是消防队 而是工程公司的员工 原来他们刚好开着水槽车 经过附近远远的就看到火烧车 而话不说马上下车帮忙 速度比消防队还要快 大哥你是来帮忙的吗 他怎么想说来 为了好一番功夫总算扑灭火势 不过看看货车车体整个焦黑 就连车斗上的20吨神像和锣鼓也全毁了 事发就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 原来这辆车当时要开去静香 幸好车内一男一女看到白眼及时逃生 不过却阻挡不了猛烈火势 他就买完嘛 货车驾驶怀疑起火点就在车尾 不过到底起火原因为何 还有待调查 只是原本要去静香 却半路火烧车 还酿成国道回堵 幸好人没事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沉默回王石磚 这段话报道